各位外门大学的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的财务学习课堂 今天这节课主要给大家介绍 咱们第一讲的第三小节内容 叫财务管理的环境 那么财务管理的环境 我们又称为他们叫企业的理财环境 它通常是指企业的财务活动产生影响 和对企业作用的一个企业外部条件 那么我们财务管理的环境 财务管理的环境 一共涉及到这么五大主要方面 包括有来自宏观方面的影响 第二个行业方面的影响 第三个经营方面的影响 第四个国际方面的影响 最后一个是金融方面的影响 那么宏观更多是涉及到一些 国家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对我们企业理财的一些影响 那么行业是指我们所处 咱们企业所处的行业当中发生的一些 咱们说发生的一些政策也好 这个产品本身的一个创新也好 等等一些对我们自身 就是行业里面其他主体 对我们财务活动的一个影响 第三个经营方面的影响 就是我们通常是指我们企业 日常资本运营 日常这个叫营运管理当中 涉及到一些环境变化 第四个国际方面 就更多是涉及到 咱们企业如果涉及到一些海外的投资 融资等 就是海外市场的一个开拓的话 就会受到一些国际方面 对企业理财的一些影响 那么作为我们公司财务学呢 应该更多的是强调的是金融市场 也就是资本市场 对我们企业财务管理的一个影响 所以在这里呢 我也会只是着重了 在理财环境里面呢 着重给大家介绍一下金融市场 金融环境 对我们财务 企业财务的一个影响 那么金融市场呢 谈到金融市场 我们就不得不介绍下面这五项内容 那么这五项内容呢 包括我们重要的金融市场里面 涉及到概念 包括我们金融市场里面 涉及到的一些主体 重要参与主体 也包括我们金融市场 发挥的一个作用 这么五块 那么先来看一下金融资产的概念 那么金融资产呢 实际上是相对于我们企业的一些 实物资产的一个 这个对称的一个这么一个概念 它是指 我们讲索取实物资产去的一项权利 是一种无形的权利 那么也是一切可以在 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上 可以进行交易的 并且具有现实价格和未来估价的 金融工具的总称 那么 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注意的是 金融资产呢 它更多的强调的是什么 一种无形的权利 那我们直接联想到呢 就可能一下想到股票 股票是指什么呀 是指我们对目标上市公司 这个实物资产的一种无形权利 它也是属于我们金融资产的一个重要分支 重要类型 那我们接下来呢 既然是考虑到金融资产是实物资产的一个对称呢 我们在这里就专门给大家把这个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进行一个区别与联系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表格 在这里主要反映了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的一些区别 首先我们来看举例 就是咱们直观上就能够区别之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 那么土地厂房呢 我们这种实在在企业生产的要素 经营过程当中的生产要素呢 我们把它归了为实物资产 那么股票债券呢 更多的我们是什么 一种无形的非实物的 我们把它强调的是一种无形权利的 我们把它归成金融资产 那么实物资产呢 我们讲对社会的生产力呢 是有一个直接贡献的 那么金融资产呢 它只是一个什么 只是一个资源的交换 它并没有对我们的社会生产力 产生直接的影响 那么实物资产我们讲 比如说咱们手机的一个创新 生产出来的手机 它对我们社会生产力呢 是会有直接影响 那么我们单纯的股票买卖呢 其实只是一个什么 资本的利得与亏损的一个概念 它并不会对我们整个社会的生产力 产生一个重大影响 那么第三个收益来源 实物资产呢 可以直接生产 咱们的收益 直接生产出 比如生产出产品 然后把它销售之后呢 获得资金回流 这是我们可以直接生产的出来的收益 那么金融资产呢 它只是代表我们实物资产的一个业绩表现 那么如果是实物资产 它的未来 未来这个被我们资本市场的投资者看好呢 我们讲它的这个 说后面代表的这个金融资产呢 才会有一个产生一个收益 就是收益的提升 那么第三一个流动性呢 我们讲实物资产的流动性是非常差的 然后金融资产呢 金融资产相对来说 流动性是比较强的 这是从流动性的角度来看 那么可分性呢 实物资产比较弱 不可能把一个市场车间给批成十份 但是我们可以把什么 把一个企业的股份呢 可以批成一万份 那么说这个金融资产的可分性呢 就非常强了 最后一个就是使用寿命方面 那么我们实物资产 它是由它的自然属性给决定的 金融资产呢 它是由制定游戏规则的人去决定的 这是我们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的区别 那我们在介绍金融资产概念当中呢 也是特别强调了 它是实物资产的一个对称 那么金融资产概念界定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金融资产它的种类有哪一些 在这里呢 大致有这么三类 第一个是固定收益证券 第二个是权益证券 第三个是衍生证券 那么固定收益证券呢 它指的是能够提供固定 或根据固定公式计算出来的 现金流的一个证券 很典型的一种固定收益证券呢 我们讲这个债券 非常典型 就是企业发行债券 它会在发行的时候 就规定这个期限 还有年化利率是多少 那我们根据这个期限和年化利率呢 还有面值呢 我们就能够很快的计算出我们将来每一年会固定收回多少现金流 那么第二种权益证券呢 它代表是特定公司所有权的份额 那么这个就是比较典型的就是股票 股票在这里面就是会代表我们 比如说你持有一百手的股票呢 它就代表你拥有什么 公司一千股的资源拥有的份额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衍生证券 衍生证券它就是基于固定收益证券和权益证券之后 去不断的变化产生的一种组合 那么它的种类呢比较繁多 而且咱们现在的实物当中 包括这个国外也好 国内也好 衍生金融工具呢 都在不断的创新 而且种类越来越多 那么在这里我们举例呢 就包括各种形式的金融期权呢 期货还有利率的互约 互换合约等等等等 这个是我们金融资产的三大类型 第三个块内容呢 主要给大家说一说 介绍一下咱们资本市 这个金融市场上重要的一个参与主体 也是资金的供求者 供求方 供给方和需求方 那么在这里一共有三类重要的这个资金供求主体 包括有居民企业和政府 那我们在这里也给大家 给他一一对位 看到底哪些是供给方 哪些是主要的这个需求方 我们看居民呢 就是咱们个人行为 包括还有家庭都是我们整个市场上的供给主力 然后企业呢 是我们市场上的这个资本的需求主力 然后政府呢 基本上是也是属于一个这个需要钱的一个这个需求方 那么因为是涉及到什么很多 特别是咱们现在这个地方政府的债券 地方债发行的非常多 其实还是属于我们政府是什么需要通过这个金融市场去 目击咱们老百姓手上的钱去进行一个政府的建设 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 这是我们资金的供求者三个重要主体 那么第四一块呢 就是金融中介 也就是在我们金融市场当中扮演的一些重要的中介角色 那么它是指专门从事金融活动的交易媒介 那么在这里我把它归类银行类和非银行类 那么银行类呢 包括有传统的咱们这个比如四大行啊 还有一些这个民营的 包括还有一些国有的这个商业银行 然后第二个呢 有储银行 第三个农村合作银行 就各种类型的传统银行 都是属于这个银行类的金融中介机构 那么通过银行呢 我们我们企业可以通过银行获取什么 获取一些短期长期的贷款 这是我们最基本银行发挥的一个功能 那么非银行类呢 就包括有这形式就比较多样了 包括有保险公司啊 养老基金啊 投资基金 证券交易所 证券公司等等 那么这一系列主体呢 其实都是在这个市场上扮演一个 这个资金的流通中介的一个功能 我们保险公司的这个功能呢 是怎么样 从市场上把所有投资者的资金给筹集起来之后呢 然后通过自己一系的这个也是有专业的这个分析人员啊 还有一些决策者啊 然后把这些资金去投到各项 这个基金里面去进行一个保值的过程 然后养老基金呢 是也是通过这个只是资金来源不同 更多的是来自于咱们啊啊 人们的这个手上的养老金啊 进行的一个资本上投资 把这些资金聚集起来 那么他与其他基金的一个区别呢 就是说他投资的这些标的呢 相对来说会更多的考虑风险性的一个因素啊 更多的会投资一些比较低风险啊 的一些这个投资产品 那么投资基金呢 他就属于比较正常的了 就是啊市场的行为 你可能花个咱们这个高价呢 就买一些啊就花一些高价去博弈一些 这个博弈一些高风险的一些产品 你也可以通过一些低收益的获取一些低风险产品啊 这个投资基金呢 就对这个风险方面呢 没有这个啊一个确明确的规定 那么证券交易所呢 是指咱们在这个啊证券的发行呢 还有交易过程当中进行一个维护的一个场所啊 在这里我们国内呢 现在主要是由上交所和这个深交所 两个重要的交易场所 那么证券公司呢 就是指各大券商啊 他们主要负责是什么 各个上市公司的这个股票发行需求啊 以及成销他们发行之后的股票啊 这是咱们呃这几个非银行内的都非常重要的金融中介啊 呃最后一个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金融市场的分类 那么金融市场分类呢 有非常多种 那么这多种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我们在分类过程当中的把握的标准不一样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按照四类的分类依据呢 给大家介绍大致四种的金融市场分类 那么根据呃这个期限的长短呢 我们可以把金融市场分成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 那么货币市场主要是指交易期限不超过一年的这个短期债务工具交易市场 包括有国库券的商商业的票据等等 资本市场呢 是指实现在一年以上的金融资产交易市场 比如说股票 还有一些这个偿还期限长于一年的一些债券等等 呃根据交易对象 我们可以可以把金融市场分成债务市场和股权市场 那么债务市场呢 就是指债务凭证的交易市场 股权市场指股票 我们股票交易的一个市场 呃根据交易性质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 那么一级市场呢 更多是指资金需求者第一次 或者是首次将证券出售给公众市形成的市场 啊 我们也可以用专业一点的术语叫做IPO IPO 那么二级市场呢 是指证券发行以后 在不同投资者之间流通形成的市场 那么区分于一级市场二级市场呢 我们也可以理解为 咱们企业生产产品 第一手的市场应该是卖给什么 各大经销商 那么这个 生产者和经销商之间的这个市场交易呢 我们可以理解为在一级市场上的交易 那么二级市场上呢 就是这个经销商 呃从生产 呃生产者获得产品之后呢 发行发向于各个这个零售点的时候呢 零售点之间形成的这个市场呢 我们讲就叫二级市场 二级市场 啊 厂内市场和厂外市场 那么厂内市场是指各种证券的交易呢 是有固定的一个交易场所的 那么厂外市场呢 是指没有固定场所 那么现在我们大部分的这个 呃是金融市场上的一些呃发生的行为呢 大部分都是属于厂外市场的一个行为 因为很多啊都不需要在这个咱们柜台上或者室内场所进行交易了 很多都是进行个电子或者是呃电子化的一些交易啊 所以我们都把它归成为厂外市场的一些交易 这是金融市场的一个分类 呃那么金融市场功能呢 我在这里给大家总结了这么五大功能啊 也是我们确实金融市场啊 在现实当中发挥的一些呃重要功能 包括有资金隆通 那么资金隆通呢 就是指的是咱们资金从投资者到这个需求者之间的这个隆通功能啊 让市场上需要钱的人能够呃花一定的成本得到钱 然后让我们有资金隆余的人呢 能够呃把资金投出去 这是资金隆通的一个过程一个功能 那么第二个风险分配呢 分配过程呢 这个也比较好理解 那么一呃我们可以就企业能够通过金融市场 能够起到一个什么啊 通过不同的投资和筹资的组合呢 能够达到一个自身的风险的一个分配啊 降低的一个功能 那么第三个是价格发现功能 这也是我们在介绍有效市场假设的时候呢 呃也提到过 就是说在这个正常的这个健康良好的金融市场上呢 一个企业的成败呢 我们是可以很好的进行这个发现的 就是信息能够非常快的传递 而且能够完整准确的传递 那么自然是经营经营比较好 成长性比较好的公司呢 应该就是能够获得咱们市场认可 相应的它的股价就应该是高的啊 相比呢 如果是这个企业的经营比较差 然后利润也不好 成长性也不好 那么我们讲这个 它在市场上的价格呢 自然就会低下去 这是价格发现的一个功能 第四一个是宏观调控功能啊 这个是站在政府的这个层面上去考虑的 就是通过我们一个成熟的金融市场呢 我们能够通过啊 一些政府的包括央行也好 财政部也好 包括我们这个啊 咱们交易所的一些交易规则也好啊 都能够实现一个条经济的调控 宏观经济调控 那么最后一个呢 是信息传递 信息传递 就是说通过金融市场 以前没有金融市场呢 可能我们企业发生的一些 这个重要的一些信息呢 没办法很快的传递到投资者 这个手上 那么通过金融市场的建立呢 金融市场的一个功能的发挥呢 我们能够很快的实现 企业的信息传递到投资者手上 这是我们的五大金融市场功能 那么说到这里呢 最后啊就是讲完了我们这节课的最后内容了 那么这节课呢 主要是给大家集中的介绍了我们产物管理的环境 当中的一个重要环境就是金融市场 然后把金融市场呢 涉及到的一些重要概念 参与的一些重要主体 以及金融市场的发挥的一些功能 给大家做了集中介绍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